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跌幅不少 扩大跌幅 扩大 那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如果我说 是因为这些股票 就是在这里的这些股票下跌影响 那我这样讲 有些人可能会不高兴 就是说最近 应该是说为什么会恐慌性的卖压这么大 最近不是就是涨那个军工股 我没有说不好 我先讲 我没有说不好 或者是除能股 除能 也有风电 有重电 绿电 对不对 或者是一些AI的相关供应链 尤其是最近的资讯服务业 对资讯服务跟系统整合 当然讲的不是像这个 世新或者是创意那种 爱奇设计不是讲这个 是讲另外一批 那最近又多了一个叫什么 碳权概念股 碳集 碳钱 我跟各位讲 市场就是这么奇怪 你现在有一个碳权概念股 碳权当然就是在国外已经都可以早就在交易 但是我没有说这个不重要 你不要误会 我是说这种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 那你现在涨的这些公司也不见得真的能够能够有碳汇 碳权换钱就是碳汇 也不一定有炒作居多 炒作居多 那这样弄的就比方说内支在 内支在玩 内支在玩的话你看到很多的股票 好像最近大盘在跌 你看大盘应该是连续跌四天 谈一天量缩反弹再跌一天 对不对 你看大或者是这边一直到这里 你会发现说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股票涨停盘 都有很大的亮点 然后大家就忘了 忘了这个风险 忘了台积电它好像都不会涨 忘了连发科好像都在跌 都忘了忘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军工 就是汉翔或者是雷虎 类似像这些股票 如果股票市场是这样的话 老实讲那就比较投机一点 对不对 我也不是第一次讲 那我昨天或是上礼拜我都说 这些股票是炒作 那我有解释 我说炒作这个炒的这个字 你不要误会我 我的讲法 因为香港人做股票叫炒股 所以炒这个字叫做股票 那做股票就是炒字 炒 不是贬义贬低的意思 你不要误会 我们做股票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炒股票 玩股票都可以嘛 对不对 那些股票就是主力炒作 炒作你听不懂 那你说基本面很好 不要嫁了 少跟我讲这一套了 基本面很好 台湾最好的就是长隆 港湾比较好 基本面最好的就是长隆 你说这股票基本面很好 你也不要散伴了 你不能知道的事 不要嫁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主力如果要出货 为什么要讲这个 主力如果要出货 它不是 因为主力是一批主力 去做了各种的一些主力股 那它的热度跟表现在这一组 那你说出货会一天就出货完毕吗 它必须要反复性的拉抬 然后能够出货 就像昨天也是又有一个反弹 量低的拉抬 对不对 你一天有办法出货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必须要持续这种动作 我一直讲持续这种动作 然后才能够有诱饿 才能够吸引你来买 它没有制造一个假象 制造一个上涨 或是打下去又马上扯上来 你就可能挖来 你没可能挖来 你如果跌停办 你如果没可能挖来 你就是跌停又带你 跌停又带你 一波又一波 你才会被它吸引过来 然后就卖给你 不是就是这样做吗 那其实那些股票 其实就是这种动作 可是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 它那个资金要怎么处赢 它希望资金能够搬到台积电 或者是其他的全职股 我是说类似 那些股票 它卖掉的这些股票 它赚钱 它想要买的股票 它总不希望追高 它总不希望买的比较贵 对不对 那不希望买的比较贵的方法就很多 它如果其他手上有些股票就给它踹下去 同步给它踹下去 或者是来放空当冲也不错 基本上都是放空当冲 你说龙卷龙卷很少 你听到这个意思吗 如果没有给它 如果那些股票没有给它 对不对 制造这种恐慌 你怎么把它踹下来 它这么强壮 踹不下来嘛 是不是 你就 它这个盘头这么久了 你要踹它下来 也不是这么容易 尤其是世心 你要把它踹下来 真的不容易 但是就是 它要重新进场的股票 要买的股票 它希望能够压下来 能够DJ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就是左手翻右手的意思 我要说那么慢 我希望你听语 那我在讲说 我也不要丁命去探权 我不要跟批评百人的股票 你了解 衰十人的 人要做股票 衰十人要做什么股票 我不会去批评 不喜欢这样做 你看我 我都是讲我自己的股票 我们就做得到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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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自己会好 有些人 嘴巴就天生 就喜欢讲别人怎么样 不好 所以他自己比别人还烂 每天都说别人 就是掩饰自己的不好 才会讲别人不好 不然你自己就好 干嘛讲别人 我们自己做股票 我们分析我们的股票 对吧 我们要探钱 我们要跟人分享 是怎么做才会探钱 如果了解做不到 我们也要跟报告 跟回报告代 为什么我们做错了 我们这下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们只要讲这个东西 我们就讲不完了 我们一个节目里面只要讲这个东西 讲自己的股票就讲不完了 还有时间去讲别人 那就是自己做不好才会讲别人 如果不相信你去查看就知道 我告诉你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台北股市最近是越来越不好做 那好像国际股市也没有这么糟糕 你看今天 今天你说这种 那我们也不输人 那没什么输人 你看这种 他也是今天 他虽然是有跌下来 开高走低 可是他还是守在季线以上 对吧 那为什么讲到蓝寒 因为早盘是蓝寒 把亚洲股市打下来的 结果因为我们的个性 我们台湾 我们比较没人输 所以我们就想说要跌一起跌 我们就跌要比韩国多一些 对吧 因为我们不能输韩国 韩国跌的 我们一定要跌的比它还多 所以我们的个性就是 我们很胖的嘛 知道吗 我们的个性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最后是跌的比韩国还多 跌的最后比韩国还多 还灌破了季线 还守不住 还要来探底这个地方 然后让整个季数面 破坏性非常高 等于是说 它变成扩大期间了 原本的一个上升趋势轨道线 季线已经弯头向下 变成短空 变成了短空 季线夜线打破了 季线守在这里 季线是还扣底低值 还是中多 可是还是中多 但是它如果说不增气 等到下礼拜又扣底高值 它到时候这个又要弯头了 如果这个让它弯头 就短空就要中空了 那还得了 本来就长空了 要短空中空 那就长空 那就很麻烦了 我是用技术本来跟你讲说 如果让它变成这样 那就真的很麻烦了 很麻烦 我都讲纪数面 我没有讲纪纹面很好 要讲纪纹面就最简单了 讲长龙 长龙就第一名最欲贪钱了 要讲纪纹面说什么 对吧 我说有人常常要讲纪纹面说 台积电 台积电 第一家 不要讲太远 546 442跟这里 这基本面都一样好 都一样 一模一样 你说得通什么 它一个季报公布以后 三个月 一个一季才公布一次季报 一次公布一次季报 那这三个月 那季报公布以后 要等三个月以后才公布季报 所以这三个月时间里面 股票市场它会站得不动吗 它是不是跑来跑去 那你一直讲纪纹面很好 不是很奇怪 那你看到的东西都一样 那结果股票跑来跑去 所以我不喜欢讲那个东西这样 那讲那个东西 那个太简单了啦 操作是纪数面不是纪纹面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说股票如果在去 什么股票也会去 你看现在军工股 除人股 还有什么碳籍概念股 碳权概念股 差不多在基本面 那题材 有题材可以插就好了 有题材就可以了 股票如果要去就是大便 要去就是大便 题材比较重要吧 有炒作题材吧 因为你看一个股票要涨 一定要筹码要安定 那题材要发酵 主力一定要作价 这三个一定要具备 不然更好的台积电也是不会去 你看 那另外一组就是 现在有在去的 什么AI相关供应链 有一些股票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 就是半导体相关上中下游 包含台积电 连发科等等 大家都二六六 对吧 最后的电阻构都二六六 你说这份要怎么办 你讲它它还是得 所以如果股票要去就变泡面 你说这份面就不好 所以这份面有两种面 一种是泡面 一种是拉面 都一样 基本面都一样摆在那边 可是有时候股票就是涨拉面 有时候就是跌泡面 这样你这样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是鹰派啊 你说老师你都不要说基本面 你是很不败的 你都不败的 你都不败的 所以你基本面很饭 都不敢说 美国的 基本面我很厉害 我真的很强 我没有变 台秘商的分析是很少人比我还厉害 基本面 基本面你听不懂 我都不败的 我都不败的 上面会败的 我很厉害的 但是我就是因为太厉害太知道 所以我才不讲那个东西 因为我知道讲那个东西股票不会涨啊 你怎么看 我股票不去啊 因为基本面只有两种 一种是拉面 一种是泡面 那现在大盘是在当泡面 那有些股票 像现在 你现在什么 什么那个 碳权概念股 它就变大面 那股票不是炒作的 没什么 我说现在这股票在去 我没有给你批评 现在在去这 这整跳跳啊 这个不是就是拉面了吗 这个就炒作上来的啊 你说突然间它变好了 突然间法子变得这样子 很会爆赚什么样 那你也不要骗我啊 我要先跳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人家要炒作随它 我也不能讲人家讲怎样啊 你知道吗 就好像以前 AI股票在涨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骂啊 我也是告诉你 你要怎么做啊 我说这个股票 譬如说 你以事先为例啦 譬如说十月份 五百多块去到这里 去一倍超过 是不是去一倍超过 去一倍超过 你股票市场 它不可能说 涨一倍 然后又涨一倍 又涨一倍 一直涨一倍 不可能嘛 它一定要休息 它中间过程里面 好几次要休息 要休息嘛 那我不是说 这个管点要先买 我有说要先买吗 我有说没有啦 我那时候点名三档股票 包含在TG里面都讲了好几次 这个TG啦 TG啦 TG啦 我说这三支要先买 观点要先买 我有说没有啦 我就说是AI相关公司的高价股票的代表啦 因为那时候人气最好嘛 就是世心创意跟这个爱谱嘛 我有说没有啦 为什么要先买 因为它底线起较多嘛 它短线来讲 这翻倍嘛 是不是起较多 它底线起较多了嘛 这又不是一倍喔 这又是六倍喔 对吧 你说我要长期投资这种股票 报上报下 报上报下 你是够不可以的喔 你还在说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是什么人不知道啦 就是因为它基本面很好 它可以涨到1200啦 1300啦 我不是说过了 这人贵票今年要赚45块啦 EPS要赚45块啦 那去年世心赚25块多啦 26块多吧 25块多嘛 那创意去年 是不是赚的比较多一点点 27块多吧 加2块嘛 但是今年的创意 贪的钱会赚45块啦 老师你怎么会知道 不然我告诉你我基本面很强 我基本面就是很厉害啊 不然我会知道喔 这个是你知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啊 因为这是要预估未来 预估未来 我昨天跟你讲啊 说那个长龙 今年贪10块元就有可能了 就有可能不够了 有可能做不到10块元 长龙啦 长龙 我说长龙啦 就是你的啦 我没有在批评他啦 我是讲事实啦 台积电今年一定赚不到39 这个在衰退啦 他们基本面在衰退 那世心在成长 创意也在成长 要听我的意思吗 包含资源今年都不会衰退啦 这是基本面啦 你了解不 好 那现在跌下来 大盘跌下来 跌下来啦 大家都很怕嘛 越来越怕 这是人的 这人 我不能叫你别怕嘛 我是分析师 我不能跟你讲 不要害怕 钱把他砸下去 越跌越买 然后买来套 越摊越平 跟他拼了 我没有在厌头 我不能跟你讲这一步啦 我当老师不能跟你讲这个东西啦 基本面很好 跟他拼了 我没这么辣散了 不可以说这种话 都分析师不可以的模糊这点 我都跟你讲什么 一定要守距离 超多要设5%到10%的停损点 很多人听到说 做股票买卖的开始 要设5%到10%的停损点 都后面自己往后退散步 说 原来做股票 带你这老师做 会险 他说老师要设停损啦 不然就算心化疏啦 还没买卖股票 还没讲大赚以前就说 会要设停损啦 为什么我说很大赚的 因为你不认同啊 你不认同停损点我知道啊 你不认同 你就是赌徒啦 我可以跟你讲 我这样讲比较不礼貌 但事实上就是赌徒啦 停损是礼貌 停损是负责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好的 这最重要啦 现在都没重要啦 我就说这最重要 就这最重要啦 认不认同无所谓啦 看别人的接膜也没关系啦 我根本无所谓啦 因为像老师 你跟别人说都不同 我英派当然也跟别人不同 我当然也不同啊 我又不是今天才变这样 我一直都是这样讲啊 我不是一直讲 技术分析比较重要吗 它可以控制你的情绪嘛 否则的话碰到这种磐式 你会慌嘛 你会乱嘛 你会怕嘛 你每天基本面很好 你就不卖嘛 套牢嘛 然后越套越多嘛 不然之前为什么有三百多块 操作到剩下五十块 老师平 我现在没有讲说谁喔 如果你有这种股票 从三百块跌到剩下五十块 你都没有卖 你就不是一句话就是说 基本面很好嘛 就讲这一句话 然后搞了一整年都在讲 基本面很好 结果三百块到五十块 打两则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基本面会变啊 你只讲基本面很好干什么 基本面会变的 就像你 你也会变啊 每一个人都会变啊 你小时候跟现在个性 也不一定一样啊 你只讲基本面很好干什么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等下来你也先不要担心 我们再观察一下 我也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 我只是说现在目前盘势 确实是有被破坏掉 尤其是OTC 这个最恐怖 可是美国还OK啦 真的 这美国真的是 还可以接受啦 我们就是日本也是可以接受 德国嘛 你看这个香港 对不对 这也不错啊 还可以啦 这美国嘛 这都还可以啊 这就是美国啊 还可以 那那二十六 其实你要叫我讲一个原因 我也讲不出来啦 我也不能乱讲 我只是说 有点奇怪 为什么卖压越来越大 那我只能够说 可能是一些比较投机的股票 炒作的股票 主力在到货 然后影响到大家的信心 可是这样也不错啊 有时候你一件事情 你要往好的地方想 不要一直想不好的啊 譬如我告诉你 这种股票 他省不了 现在他本来就是好啊 现在起座 他经理 经理 他都没落 昨天以前他都不想跌 今天跌下来 可是他今天跌下来明明就可以跌停板 他又不想跌停板 这种股票 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就要注意 如果想买 这几个时 我们就要想说 是不是 可以自己买回来 只是要找一个价位 就是说这个价位到底 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我们现在买 会不会被短套 或者是如果被短套 一点点没有关系 那等到涨起来 会不会过高点 是不是我们要先模拟一个策略 而不是一直讲 金本面很好嘛 我有跟你讲金本面很好吗 没有嘛 那我认为这个跌下来 今天以这个四星的技术面来看 1120最低嘛 打破这个颈线嘛 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是要跌停板 来回补这个缺口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 今天大盘这么糟糕 他为什么不要 表示他非常的强 我比较之下就表示四星非常强 那你说老师这创意呢 创意强不强 其实创意理论上来讲 理论上来讲这边要止跌 因为他量说这边要到 上升的一个季线要止跌 因为他比四星修正还多 但是今天大盘不好 所以我感觉创意是有点超跌 但是我如果跟你讲超跌 你可能说你不要找下跌找理由 但是以技术面来讲他就overseal 你最关心的这支我告诉你 这支 大家比较关心这档 那这档的话 因为它破景线 我说过来 破景线 所以它整理时间会延长 但是它因为它不是主机 它不是第一名的股票 所以AI相关供应链 因为你还是要看世心跟创意 不是 不是 因为资源不是主机 你听不懂 它是帝人在走的 帝人在走 你听我的意思 不是说它好败的问题 我也没跟你说这边要怎样 所以我看 我今天跟你讲的这种东西 对不对 就是表示说 投资朋友 大盘 虽然最近走的是不好 那我相信 现在盘面上的分析师 就会开始 荒调 乱讲话 做空的言论 也会很多 做空 他就建 对不对 那他就万五 我说的 要拍照 做空他就建 才开始做的 不是在这里做空 不是在最大的 做空 在这里就把他炸起来 炸起来 炸起来 后两个月 对了 要说大声 人的个性都也是这样 你才不知道 你才知道的事情 做空 我不是说不能做空 我只是说 这大声是要做什么 出国票就更深 比较轻松的 你不能做 对我做 加入好友 Telegram 153008 那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